像贤熟过丝还原惯伤所说的 他说了四桩四起 必须要做到 你肯定会延长寿命 第一个随语妙用 我的身体在这个世界 恒顺众生随习功德 没有我吗 众生喜欢什么 统统溃碎人 妙用什么 妙用不出现 无论是修善是足 统统不放在心上 心上只有一句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随缘 什么都不放在心上 这叫妙用 随缘都放在心上 这叫造业 业有善悟 都不好 善业赶三善道 卧业赶三卧道 都是在造六道轮回 善卧业都叫做轮回业 除不了六道轮回 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 世间愿意行善 吉得行善 他的目的 来神还做人 来神到天上去 佛不反对 但是真正是佛弟子 要超越六道轮回 超越舍法界 为目标 那么断卧修善 断卧不住断卧的想 修善不住修善的想 这叫修敬业 六道里头 没有这个古报 古报在哪里 在极乐世界 这第一条 第二条 唯以有则 这句话说什么意思 我们起先动念 言语造作 都要给社会大众做好样子 那就是直接修复 不能做坏样子 做坏样子 三途罪业 做好样子 做好样子也不着想 为人讲经说法是严教 身心严教 大家相信 叫人放下 自己不放下 人家不相信 叫人放下 我真的全都放下 人家相信了 第三 入火之指 他的用意 人生在世 决定不能跟人家借物缘 对什么样的人 都消灭 人 学弥勒菩萨 满心的欢喜 对待众生 不可以跟众生 结怨 为什么 怨结了之后 麻烦 他会报复 这个报复的时候 不管是有意无意 无意 得罪别人 将来 得的果报 也是无意 有意 也是有意报复 无意 是无意报复 一应果报 丝毫不爽 入火之指 这只是用心 要用真心待人 不能欺骗人 欺骗人 肯定躲地狱 地狱变相图里的话 八十业地狱 那些欺骗人 地狱最受满了 还要还债 不失授完了 就没事 要还债 欠命地 要还命 欠钱地 要还钱 换一句话说 大臣教理告诉我们 人在世间 想占别人 丝毫便宜 都占不到 那又何苦呢 遇到苦难 要能忍受 要改善自己生活环境 要学布施 那财从哪里来的 财布施来的 欲施越多 不要急财 急财丧道 急财是罪业 布施是功德了 喜欢布施 情 情欲布施 你需要的 自然它就来了 来 请财来了 赶快布施 不要累积在那里 累积在那里 祸害就来了 那就是祸 不施呢 就是福 你看中国的字 祸跟福 样子差不多啊 就差一点点啊 要搞清楚啊 施就是福 急就是祸 灾难就来了 不能急财 越是越多 要相信佛陀的教会 你发财 是你命中有财 命中怎么会有财 过去生中 生生世世 累积的布施 所以你命有财 那命你没有财呢 是你过去生中 生生世世 不肯布施 你命中财苦空空 没有财 没财怎么办 修布施 现在修 都来得及 年轻的时候修 老时候 命力有财 不忧虑了 年老的时候才知道 要赶紧修布施 一定你会发现 越是越多 会对佛 感恩 过去自己不知道 要是知道 多做多少好事啊 我有财富不为自己 为一切众生的 那么什么样的布施 都没有啊 布施 阿弥陀佛 第一功德 劝人念佛 无论跟什么人见面 一开口第一声 阿弥陀佛 这神大布施 这一句佛号啊 他听进去了 一立而根 永为道主 这是布施 功德里头 第一得 那这一句名号 就是经商所说的 真实智慧 那不肯念这一句 他没有智慧 不但是真实智慧 还是无微发生 无微发生 从这身体 从这名号宣 就是发生功德不可思计 故名号功德也不可思计